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2年4月21日 法林明高适应彭美拉斯 周四清早 八甲上演精彩好戏 届时法林明高将坐镇主场迎接彭美拉斯的挑战 法林明高新赛季八甲以胜一合开局 反观彭美拉斯则遭遇一合一副 两队表现截然相反 今仗当然看好法林明高主场称雄 此前三个赛季八甲 法林明高两次夺冠 只是上季遗憾七居亚军 未能实现三连霸尾业 球队励志经济要卷土重来 将联赛冠军重新抢回来 虽然首轮做客与哥亚尼恩斯战合 未能收获开门红 但在次轮 凭借加比尔、伊斯拿以及迪阿拉斯卡达三名球员的联手建功 法林明高终于 在圣保罗身上拿到联赛首胜 全队上下士气高涨 加上南美自由杯的比赛 法林明高近四仗各项赛事好取三胜一合保持不败 期间单场最多失一球 其防守力度尚可 此番继续主场作战 在免去周车劳顿的情况下 法林明高取胜应该问题不大 彭美拉斯是上级八甲的季军 球队上一次夺冠还要追溯到2018年 他们这几年的竞争力确实不如林明高 彭美拉斯近期也是双线作战 可惜战绩起伏不定 球队一直在胜和负之间徘徊 前二轮八甲 彭美拉斯先是主场2比3不敌施亚拉 四轮是在客场零暖场前破和戈亚斯 球队军场失足二球 说明他们的防守端存在漏洞 最为不利的是 过去六次面对法林明高 彭美拉斯以胜南球之余还疏足四场 而且他们每场都要被法林明高攻破球门 彭美拉斯此行时在事凶多吉少 阵容方面 后卫这比基利斯因伤缺阵 中场查陈渣渣因签证问题无法出战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您的频道